呀吼,這裡是這次 用CSP畫圖已經大概一年多的時間了 今天要來分享一下目前為止 我覺得好用、常用的幾種筆刷和工具 希望其中有幾種會適合你喔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CSP預設G比 雖然G比通常被拿來當作畫線稿用 但因為我是個很懶的切筆刷的人 所以草稿、線稿、上色我幾乎都是用這支 我最愛的言語音在於 G比無論透明度多少,邊緣永遠是硬邊 可以避免我上色時不知不覺變成一團糊 不透明度100%的時候可以直接蓋過下面的顏色 需要的時候可以直接點上亮光 或是增加細節度的亮點等等 我通常設定快捷鍵在這幾種不透明度切換 100%、70%、50%、30%、10% 不透明度調低的時候重複畫幾筆 就可以呈現作畫筆觸 對我而言是很懶人又好用的筆刷 色彩混合 前面說到G比畫出來都是硬邊 要讓邊緣揉合時我就會用色彩混合功能 不過我沒有特別偏好拿支 總之就是可以混色就對了 我不太會用噴槍來揉邊 因為很難掌握邊緣 而且會額外多噴一個顏色混進去 容易把顏色弄髒 而色彩混合就是現有的顏色混在一起而已 可以很輕易掌握想要揉邊的區域 畫漸層色或是像腮紅這類的東西時 我才會使用噴槍筆刷 排線筆刷 排線筆刷有非常多種 主要就還是看自己順手的 我自己用下來後比較常用這幾款 其中這三隻是來自網路上一位創作者的分享 沒有在CSP 平台上 原坡的連結我會放在留言 這類型的筆刷比較常用在頭髮 或是空曠的地方來增加一點細節感 另外一種排線筆刷是下筆方向和排線方向垂直的 這種適合畫過渡面或是增加作畫的細節 還有這種比較濃密的 預設是當作黑白漫畫畫影子來使用 也可以當作排線筆刷來增加質感 沙粒筆刷 在一些過渡面或是材質呈現上非常好用 尤其能呈現金屬的光澤感 讓圖感覺更精緻 點點筆刷 和沙粒材質類似 可以用在皮衣材質或是增加一些特色細節用 這陣子發現的筆刷覺得很好用 很適合拿來畫頭髮或是一些隨機散落物體 只要畫出形狀就會直接填色 比用套索選取再用油漆筒上色 兩步驟操作還要輕鬆很多 像是頭髮有時候我用筆刷直接畫 就沒辦法畫出很俐落的形狀跟流線感 這時就可以使用套索筆刷 還有一些不規則形狀隨機的東西 老使用筆刷一筆筆畫的話 我很容易把形狀畫得都差不多像 用套索圈選的形狀可以更自然 如果有足夠的能力 也可以用它很快速地把物件輪廓框出來增加效率 我喜歡在畫面沾加一些亮點或是彩虹光 單純的白色亮點雖然已經夠亮 但有時候就會覺得不夠精緻 這時候我會用這種彩虹光筆刷 在亮點或是塗比較空曠的地方再畫一下 用的時候記得塗層要改成綠色 加亮顏色 相加發光之類的塗層模式 才會讓它閃閃發光哦 3D轉線稿 如果沒有足夠的錢前買EX版 可以試試這個自動動作來把3D轉成線稿 大部分有用到3D場景時 我都是用這個工具 非常方便 調整好3D模型 點兩下工具開始 就會跑出兩個視窗 這裡可以微調線稿的精細度 不過到最後結果出現它還是會有點變化 我通常都是照著它預設下去跑 轉換完成會有一個底色塗層和線稿塗層 因為它是透過Pro版本既有的功能來轉換 實際上線沒辦法像EX版本那樣滑順 細節有時候也會被吃掉或是有多餘的雜線 還是會需要修飾或是稍微重畫 但比起叢林照描3D畫面 用這個自動動作轉換會方便很多哦 瑞麗化 通常在圖畫完最後我會用瑞麗化工具 讓圖看起來有更多細節 邊緣更銳利一點 也可以讓圖增加一些筆觸的質感 CSP預設的瑞麗化我覺得效果不太明顯 所以我是另外找一個自動動作來使用 點兩下之後會產生一個新塗層 可以透過透明度來調整瑞麗化的強度 不會影響到下面畫好的塗層 下面幾個是在做影片時又發掘的一些筆刷 這款裡面有8支 主要是當作勾線的筆刷 其中兩支我覺得還不錯 這支我打算拿來和前面的G比混用 和G比一樣它是硬邊不容易混色 但是它邊緣有做一些質感 筆刷放大時比較明顯 縮小時看起來就跟G比差不多 有做筆壓的變化 也很適合畫線稿 用在漫畫勾線上應該也不錯 感覺是很全面的一支筆刷 另外這支有點黏材質的筆刷也很好用 和前面提到的有點類似 不過是比較小的顆粒 很適合拿來做過渡面和細節處理 每個人的作畫偏好和習慣不一樣 就算是網路上大家狂推的筆刷 還是可能因為小習慣 像是握筆下筆的用力程度不同 自己使用起來就沒像大家說的那麼順手 我自己也還在持續找更好用的筆刷 雖然筆刷嚴格上不能讓實際畫技進步 但用到不順手的筆刷 確實可能讓作畫過程沒那麼順利 或是沒辦法把實力發揮出來 好用的筆刷也會讓效率大增 事半功倍 我覺得主要就是不要把筆刷 當作圖畫不好看的究極解決方式 因為圖好看的關鍵還是在基本功力 覺得可以在更好或是想做更多嘗試時再玩玩筆刷 千萬不要興致槓找一堆筆刷式 反而沒時間力氣練畫圖 這樣就本末導致啦 那麼這次就分享到這邊 喜歡的話也歡迎點贊訂閱分享這個頻道和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